大家好 現在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畫漫畫的流程 其實我是用電腦畫漫畫的 會用一個叫Quib Studio的軟件和配圖板 兩個加在一起去畫漫畫 一開始我們先預備好劇本 我們就可以進行這個分鏡和草膏的過程 大家看到這一張就是我畫的草稿漫畫 你會看到已經有基本分隔 我會用藍色的線去分辨草稿和正式畫的線稿 這一張已經上了黑色的線稿 也防止我不小心把兩個塗層合併之後還可以分出來 所以我的草稿和線稿是會用兩種不同顏色的線 然後上完線稿便會去到上色的部分 因為這個漫畫會牽涉到很多不同的場景 可能會有陰天 會有室內 會有晴天 甚至會有回憶的片段 所以每一個環境的顏色色調都不一樣 畫面這裡看到的就是一個回憶裡面的色調 我會將每個角色都設定了一個飾板 我們會吸收這個飾板裡面的顏色 用油漆筒去倒進相應的畫面裡面 上完之後加上對白和對白的箭咀 還有這些畫面的分格框 基本上就是七七八八 最後加上對白的文字便可以越高 當然還有一些特別的效果 例如這兩個角色很生氣地看著對方 後面可能會加上閃電的效果 最後加上文字便可以組成一個帥仔漫畫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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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